这是传球的大技 上五分桌中较暂停 是热火似乎还能强霸的地方 有希望的一支球 对 非常有实力 我真的是希望看到下赛季 多支强队都有竞争总冠军的水平 下赛季的比赛更加激烈一些 快晨队似乎是又坏人了 坏上了一个白人内线 咱们来看一看他叫什么名字 普莱斯特德 这名球员是86年10月份出生 来自德克萨斯大学 是2008年第二轮第16身位被选中的 选中之后应该是没怎么打 就这位 罚球也挺没力儿的 快晨队会罚球的内线几乎找不了 正面 另外热火队这边是上了多则尔 上一场比赛 热火队给多则尔的机会是非常多的 好球 正面卡尼又投中了一季三分球 11分了 对 这还真不好说了 没准还就追回来 真的 这球再打不进快晨来叫暂停 果然是快晨队又出现了失误 前场的三打一 哈雷尔森的球直接噎到了兰博上 这球很可惜 让了两边球员要在中圈重新跳球 再来看一下 两个人在这边是一小个儿 布莱德索在追访 霍林斯和哈雷尔森争球 还是快晨队拿到了 控制一下节奏 对 起用房 这个半场阵地阵 先得打进一个 要是对方再进的话 可就十分以礼 外线强行的出手 篮板球被快晨队拿到了 没有 看这次快攻有没有机会 有人替补球员在场上玩的也挺开心的 有展示自己的机会绝不会漏掉 中后队 第一脚的三分球命中是14号哈里斯 93米8 后队还没拉拉队 三天回来以后 我们看看应该是没换人 两边还是替补志荣在场上打 反归 还有网友在微博上留言 说中国赛 又一次了 现在我们是防守了 哈里斯轻松的靠篮得分 分差缩小到了6分 第四节比赛 最好的防守球员 并不在热火的里边 是地板 分球到底角 巴安斯的三分球不中 那本球又被热火的抢到了 进攻发起的很快 看卡尼 好球 这是第四节最精彩的一个镜头 第四节热火队几次快攻 都是快船队 这个12号布莱德索 在后面追防 这次布莱德索 是终于完成了一次追身大帽 这剩6分的差距 时间还有2分45秒 而且这球权在热火的时候 底线溜 这球传的很冒险 中间是隔着有4-5名快船队防守球员 快船只是防守在斜坊上 只是假换了一下 延误了一下 没到顶角 哈里斯贴的不错 在这种机会 其实热火似乎已经感觉 能够还有赢的机会 对 这也是一个盲目的外围投篮 不过篮板球保证下来了 好球 法恩斯中距离投篮命中 法恩斯这两分 应该可以是说决定胜负的两分 对 这球前场球 这次进攻还上6秒钟 其他主力敌人已经不可能再上了 进了 1分41秒 6分的差距 防守这一波再打进一波 看看就应该暂停了 那就按柯凡怎么说的去做吧 但是这球快船队要是进了的话 热火队就没机会了 曾经在中国赛历史上出现过绝杀和反绝杀的情况 就是08年熊鹿队和勇士队的第二场比赛 看今天比赛里热火队有没有机会完成逆转 分到底角 三分球出手 可惜了 不进就可惜了 对 最后的一分钟热火队的三分球不中 这样比赛应该说也失去了悬念 但是最后一分钟 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 争取一个抽奖的机会 您原创微博要加上切换台这个话题 就是在这三个字 一前一后 各加一个警号 就有机会参与抽奖 比赛之后 会有马上通过微博滚平的方式 抽出一位幸运观众 感谢 对 获得由匹克篮球提供的 8.6代总冠军特别板子球鞋 暂停快传 然后上一些红花油网 就说句话 那球影太大了 球影太大了 自己没好 又去打去了 海线 海线了 然后又一次失误 比赛最后的30秒 好篮下 好球 这是第四节唯一一个扣篮 14秒 转移 不要再放锅子 人类轮转换位速度很快 又断球了 给空中接力 好球 12号布莱德索 一个空中接力 为2012年的中国赛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第四节最后的一点